千千万,一年雷雨万万千,要问哪句最经典深夜雷雨把奖颁? 第一届深夜雷雨颁奖典礼,现在开始! 获得2013年深夜雷雨最雷里有奖的是,无锡市建筑研究院设备总工程师沈和荣先生。 在2013年1月初,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北方早已集中供暖,南方人却要用五花八门的办法解决取暖问题。 当时给南方集中供暖呼声越来越高,但是沈专家却对生活在秦岭淮河以南的老百姓说, 由于南方居民而言,已经习惯了冬季的湿冷气候,如果突然集中供暖,可能导致居民的身体不湿冷。 此话一出,所有的南方人都不开心了,这是什么理由啊,什么叫习惯湿冷啊? 南方人的习惯有千千万,可是真会有人习惯湿冷吗? 其实,关于南方在冬天是否应该集中供暖,应该从科学的角度理性地分析。 有不少专家认为,南方集中供暖的话,能耗太高,难度太大,浪费太多。 这些反对意见大家都能理解。 不过沈专家的习惯论实在让人觉得,他是吹着空调不怕冷,站着说话不腰疼。 都没供过暖呢,你怎么知道大家身体会不适应呢? 当年第一次给北方供暖的时候,习惯了严寒的北方人身体不适了吗? 于是,凭尽南方人习惯湿冷,不适宜供暖这句话,沈专家以他神奇的逻辑,独特的思维, 还有那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荣获本年度深夜雷雨最雷理由奖。 在过去的一年中,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公款吃喝风的确得到了遏制。 不过这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八项规定刚刚出台时,有些人可没把它当回事。 今年1月,珠海某国有企业的老总请一些银行和金融部门的领导公款吃喝,一共有17个人赴宴, 宴席上喝了12瓶高档红酒。此事被曝光以后,珠海市国资委、纪委迅速成立了调查组,展开调查。 两天后,他们就公布了一个万分雷人的调查结果。 当晚只喝了6瓶红酒,其余6个空瓶是复院人员学习红酒知识的道具。 6个酒瓶是领导们学习红酒知识的道具。 原来这些好干部们除了吃喝,还不往虚心学习啊。 可是,学习红酒知识难道不需要品酒吗? 这些领导们要学,为什么要用空酒瓶来学呢? 拜托你了,调查组,要忽悠人,也得想一个有点技术含量的理由吧。 哈哈哈哈,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以后,不雅视频被曝光,就说对方是他学习寄生知识的道具。 豪车被曝光,就说车子是他学习驾驶技术的道具。 这名表被曝光,就说手表是学习机械知识的道具。 贪污社会被曝光,就说钱是学习财快知识的道具。 后来,珠海国资委纪委这个雷人调查报告被珠海市纪委否认了。 珠海市纪委通报说,根据核查,那天晚上, 17个敷衍的人一共消费37517元,其中喝掉的12瓶红酒,只算内部价就高达23706元。 珠海市纪委的调查给了珠海国资委纪委一记响亮的耳光。 珠海国资委纪委成立的这个调查组,也以超乎我们想象的睁眼说瞎话本领, 荣获本年度深夜雷雨醉雷调查奖。 荣获2013年深夜雷雨醉雷道德风尚奖的是,江苏省汤山工人疗养院张佩松书记的一位同事。 张佩松,江苏省汤山工人疗养院书记, 今年2月,他夜约女下属共度通宵的视频被曝光, 一下子成了个网络小红人。 那张书记的同事为什么获得了醉雷道德风尚奖呢? 一位记者去采访调查时,张书记的一个同事是这么说的。 到底是谁做人不正派,思想不健康呢? 先来看看张书记究竟做了些什么吧? 今年2月,有网友曝光了这样一段视频。 视频里,张书记深夜带着女下属进入了疗养院的客房, 并且张书记会提前关掉自己办公室通往客房走廊上的灯, 直到第二天临晨5点,他们才离开。 男领导和女下属通宵待在单位的客房里,他们会干啥呢? 思想再纯洁的人恐怕也不会认为他们是在谈人生,谈理想吧。 就连张书记的副手,疗养院的副院长都感叹, 哎,这事儿老婆知道了,咋办啊? 可是当记者前去采访时,张书记连连喊怨, 说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我那是因为工作缘云喝多了酒,只能到客房休息, 休息的时候就叫个女下属过来,进行照顾。 张书记,难道需要女下属照顾你一个通宵吗? 张书记,您夫人相信这句话吗? 不管张书记的夫人信不信,反正记者不信,可是有人却信了。 张书记的一位同事,当然也是他的下属,就说, 你们这些人呢,就是思想意识,有问题。 看到呗,你们这些记者一个个思想都不纯洁, 你们这些网友一个个思想都不健康, 面对这样一个思想纯洁的好同志, 2013年深夜雷雨最雷道德风尚奖,除了颁给他,还能颁给谁呢? 荣获2013年深夜雷雨最雷保密奖的是,广州市食药监局。 今年5月,从广州传来了一个让所有人为之紧张的消息, 广州市面上超四成大米各含量超标。 原来,广州市食药监局对市场上相关产品进行抽检时发现, 超四成大米及米制品质量不合格,存在重金属各含量超标的问题。 要知道,各可是毒性较大的重金属, 长期在人体中积累会损伤肝肾等器官, 影响生育甚至致癌。 那么,是哪些品牌的大米有问题呢? 对于这个所有老百姓都关心的问题, 广州食药监局竟然是这么回答的。 现在只公布数据,具体的名单暂时不方便透露。 发现了各大米却不告诉你各大米的名单, 中国人可以不吃肉,但却不能不吃饭呢? 难道广州食药监局是准备眼睁睁地看着广州的百姓 继续吃各超标大米,继续慢性中毒吗? 这句暂不便公布具体名单的雷雨一经公布, 便引来讨伐无数。 广州食药监局是拿着纳税人的钱, 保护着商人的利益,伤害着老百姓的心啊。 为什么不公布?凭什么不公布? 如果只公布数据,不公布品牌, 那这样的抽钱又有什么意义? 食药监局的本职工作就是维护食品安全, 保护百姓健康。 那他们为什么不公布各大米的名单呢? 为什么要为生产了各大米的厂商保密呢? 一时间,网络上也流传出了各种猜测。 不公布的原因是不是因为问题大米市场占有率太高, 担心公布后造成恐慌啊? 不公布是在保护企业名誉, 还是在维护自身利益? 在舆论的轰炸下, 在各界的压力下, 几天后, 广州食药监局还是公布了各超标大米及米制品的名单。 同时他们也承认, 那种只公布结果不公布名单的做法的确不妥。 食品安全关乎全国人民的生命健康, 作为维护食品安全的重要部门, 广州市食药监局一度治百姓的知情权和健康权于不顾, 反而为生产企业保守秘密。 我们只好把2013年度深夜雷雨醉雷保密奖颁发给广州市食药监局了。 下面我们将为大家颁发本年度最后一个大奖, 深夜雷雨醉雷幽默奖, 获奖者是全体网友。 这一年中国网友们很忙, 大家关心食品安全, 关心官员贪腐, 关心三公消费, 关心养老, 关心教育, 关心医疗, 关心房价, 更要关心空气质量。 因为从年初到年尾, 中国各大城市都受到雾霾的困扰, 涨涨跌跌的PM2.5指数也催生了中国网友的黑色幽默, 在这一年里各种雾霾体应运而生。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 而是我拉着你的手, 却看不见你的脸。 我在路边等你, 等着等着天就黑了, 我在首都等你, 等着等着脸就黑了。 厚德载雾, 自强不息, 共创辉煌。 经过全市人民几小时的不停呼吸, 空气质量终于有所改善。 别怪网友们太夸张, 要怪就怪这雾霾真的很嚣张。 今年年初, 持续的雾霾天创下了三个历史之最, 影响范围最广, 持续时间最长, 浓度水平最高。 比如首都北京PM2.5指数几次爆表, 甚至一度突破一千。 这一次, 全国上下, 无论您是下岗工人, 还是达官显贵, 无论您是失业青年, 还是亿万富豪, 所有人真正意义上, 同呼吸共命运了。 天下终于大同了。 人人都是西城系, 谁也别想躲猫猫。 然而情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好转, 到了今年年末, 平安2.5依然长半我们左右。 12月24号这一天, 16座城市的空气达到严重污染, 北京、石家庄、 邯郸、 宝定、 西安等城市都榜上有名。 就连传统媒体都忍不住在新闻标题上, 黑色幽默了一把。 冷空气来了, 预计今日西安空气质量好转至重度污染。 好转后都是重度污染, 那好转前呢, 是要被毒死的节奏吗? 以前天天爆表, 现在确实好转了, 一早起来可以看见对面的楼, 都幸福的哭了。 有媒体评论说, 雾霾让中国人更幽默, 因此2013年深夜雷雨的最雷幽默奖, 理应颁发给全体网友。 虽然颁发的是幽默奖, 但我们颁奖的心情, 却比黑后的雾霾更沉重。 只希望在来年, 天气能够给力一点, 不要再给网友们提供继续创作雾霾体的机会了。